哈囉大家好我是賈士博 我們這個頻道主要是講美股 美國股市 然後我每一期都會 就是 挑選差不多五到六支的個股 那我們這個頻道主要是學習跟分析和交流 所以說各位我相信 大部分在我們這個頻道 所看我分析講解的 觀眾應該大部分都是 大於18歲 所以我要跟各位講就是我們都已經成年人了 所以我們 要對自己的投資行為來去做負責任 我們要有獨立思考 以及做功課 的一個精神千萬不要人員一員 那現在我們就來講解 那第一支這個Faisley Faisley也是KCW的很喜歡 很喜歡買的一支股票 那Faisley現在是這樣的 他差不多在70塊錢 70塊錢我個人認為這個是一個 很硬的一個價格 那當然是沒有絕對的 但是我們現在就看看 他能不能像形成一個W底型 如果說可以形成的話 那我們再積極進場 那如果說還沒有辦法 往上衝的話 我的建議是先行官網 各位可以看左手邊 左手邊 就畫了一個W 他突破水平頂線之後就往上衝 那一波足足是漲了45% 那現在 我不知道是不是又重複一模一樣 對 你 可能問我說賈斯伯 你都不知道 那這樣講什麼 我可以很誠實跟各位講 我真的不知道 我個人認為 就是說做股票 買賣交易 我們不要去預設立場 當然就是突破 或說跌破 一些重要的 一些價位 或是說 哪里啊 這每一個人的 觀點啊 都不一樣 我只能說 我們 盡量的去用概率 去用數學的概率 去提升我們的勝率 而且沒有人勝率是100%的 如果說有100%的話 那 大家都是Warum Buffett 對那只能說我們就盡量去提升我們的勝率 那所以說現在就是Fastly看 他能不能突破上面的水平頂線 如果說可以突破 那基本上應該就會 迎來一波攻擊 那如果說他不行 甚至是 他反彈之後往下掉 那各位啊 這個時候你真的是 要出清喔 不能買 該停損也停損 該停力停力 這個很重要 所以這支Fastly 第二支 這個Herbalife HLF Herbalife 那各位可以看 他之前 有一波爆跌 從差不多58塊錢 一路跌到45塊錢 跌了差不多三成多 那現在呢 他在下面 很明顯啦 各位可以看 那這個WD 他現在是在打第二隻腳 但是 他能不能夠形成一個WD往上的話 這個說真的我們說不準 所以我想大概未來的5到10天就是關鍵 如果說他5到10天之內呢 可以震盪震盪然後往上突破了 那基本上我想他應該會有一波攻擊 而且各位可以看啊 之前他跌破了 他跌了30% 往上漲的話至少也要漲1-20% 所以說那個我們就看他後面的結果 但是如果說他一直沒有辦法去 漲破這個水平頂線的話 那基本上這次我建議就不要碰 來下一隻齁那個 JPMorgan JPN 這個JPMorgan呢 是這樣的 銀行股 銀行股 因為在差不多這 兩個月的時候 銀行股應該是最強的 很多股票科技股啊 都一直被那個10年債 得利率啊 一直洗盤 然後洗得 大家都不是很舒服 但是銀行股 長得很舒服勒 長到天上去了 那現在呢 是這樣的齁 那個 JPMorgan 他差不多在 兩三天前的時候呢 出現了一根 高檔 非常非常非常高檔 的一個長下影線 然後呢 就出現一個跌破切口 我覺得這不是很妙 一般齁 一般如果說長下影線 長上影線的話 如果是在低檔 那很可能是先人止路啊 就是主力的測試拋壓 但是如果說他現在發生在高檔 那很可能就是主力的出貨了齁 所以說這要特別小心 而且呢 他這個 齁 在怎麼講 最高檔的時候出現這個長上影線 然後隔天就突然一個 跌破缺口 很難看啦 這非常非常難看 要是我都應該是都出掉了齁 我是不會留的啦 不過這個看個人啦 因為每個人操作習慣不一樣 有些人他覺得說 玩銀行股他是要長期持有 那我的話我會比較偏向去撥斷 那現在的話他往下 所以就是看他要修正修正 在哪邊 齁 等到他修正完畢了齁 再往上 那麼 才有一波攻擊 要不然都要我覺得 目前的這批摩根 我覺得他應該是會往下修正一段 這隻齁 NEO NEO就是 未來嘛 那個NEO現在是這樣的齁 他現在也是在畫 他從差不多之前的60幾塊錢 一路跌到 上幾塊 哇腰斬耶 欸 跌掉50% 這蠻厲害喔 對啊 那他跌的時候呢 各位可以看齁 他正是極跌 然後呢 跌的時候反彈 然後現在呢 是不是在做第二隻腳 說真的我不確定齁 這個要看他能不能往上突破齁 他如果說能夠往上突破的話 而且 他MA20 假設又能夠翻揚往上齁 那基本上各位可以好好把握 這個應該就是往上行情齁 而且NEO大家也知道齁 那個說聲業績好像也不錯齁 而且也是 目前就是說 可以 現階段唯一可以跟那個 特斯拉 來去叫板的一家測器嘛 所以說我覺得NEO這隻也可以好好來關注一下 而且特斯拉現在那個 價錢多少啊 如果現在拆股之後是幾百塊 沒拆股之前是幾千塊 很恐怖啊 可是NEO拆了才幾塊 雖然說他從去年的兩塊錢 漲到現在 幾十塊錢好像漲了幾十倍 可是電動車這十年啊 應該都是一個主流齁 所以說我想 可以大家可以好好的關注一下 那唯獨呢這個NEO在水平經驗之上 有一個跌破缺口 所以說這個跌破 如果說要有一波大漲的話 這個跌破缺口一定要先解決掉 沒有解決掉的話 那都還不能夠說他一定會往上 所以說NEO給大家參考 這個NNDM NNDM之前也是網紅股 這半年來是大家 大家買得非常兇 從1.3塊錢一路漲到十幾塊錢 我聽說KCU的價格 成本就好像在兩塊錢左右 那我自己啊 因為我跟我 我跟我的太太都有在操作股票 我自己是沒有碰這隻 但是我太太當時有 差不多在8塊錢的時候 我跟我太太講 不對喔 是7.6 7.3 7.6塊 7.6 7.6 7.3塊的時候 我跟我太太講說 NNDM 可以可以買 然後後來他就一路爆 就在16塊錢 最高那一點就賣掉了 所以說這隻我太太賺了 100% 100% 對啊 才幾個月啊 像是 兩個月吧 我不知道有沒有到兩個月 可能沒有到兩個月 對啊 那現在 而且運氣好 因為 不過這不是我 這是我太太 這是我跟我太太說的 所以說 賺的是他不是我 跟我沒什麼關係 然後現在從16塊錢一路跌到 7塊又腰斬了嘛 那現在呢就在看啊 就說他在這個底部 能不能畫出會打W型 如果說可以的話 那麼 基本上應該是 還有細長啊 那如果不行的話 那就往下啊 所以說黃色水平 是非常非常的關鍵 能不能夠往上攻擊 就看能不能形成W底 如果沒有辦法 化解這個壓力的話 那就 不要太快進場啊 這是我給大家的一個建議啊 那再來 NNDN說真的基本面 並不是很好啦 如果說你有看到一些相關資訊的話 他即 即便是一個上市公司啊 可是他年營業好像才幾十萬美金啊 那很少啊 那非常非常少啊 很多 房地產公司 賣 賣 賣兩個套房子就超過這個價格了 對啊 所以說基本面說真的不是很好 但是呢 就是KC會買他 應該也是看中他一些未來的潛力吧 對啊 反正啊 各位 我跟各位講啦 這個股票 無所謂 什麼未來性成長性啊 每一個人定義都不一樣啊 對啊 我只能說 用技術面去看的話會最快 因為 技術呢 每一個紅K跟每一個綠K 都是由大家 用錢來去投票就決定了 所以說 我想 我想我這邊就是用技術面來去分析 下一支 那個今天第六支 NVIDIA NVIDIA很煩啦 這支 盤整盤整的差不多 三四個月喔 非常非常的煩人 其實我個人是覺得NVIDIA 非常非常牛逼啊 NVIDIA 那個他出了 對不對 那些 怎麼講 就出了很多很多產品啊 都是 都是非常非常有競爭力啊 可是不知道怎麼他三四個月就是一直在盤整盤整盤整 我在想是不是主力空中加油啦 我是這麼想 那 我覺得最明顯就是說我畫了兩條這個區間震盪 大家可以看喔 他之前 突破之後呢 可是呢因為隨著這個美股 都不太好 所以說他都砸下來 可是呢他砸破下面支撐線之後呢 主力卻沒有讓他砸下去 主力馬上拉回來喔 所以說我可以 95% 斷定主力就是在吸筹在控盤喔 對啊他只是 我只能說他可能沒吸夠 那現在要跌不跌啊 那主力孤立撐盤啊 所以說我覺得非常非常明顯就是說 只等主力吸筹完畢 然後他想拉的時候就拉 那你可能問我說賈斯伯那請問一下 主力什麼時候會拉 這個好我跟各位兩個答案 第一個好我不知道啊因為我不是主力 那第二個好 我可能是主力 那 那 主力就很低調啦 主力怎麼會到處跟他講呢 呵呵呵呵 對對 這個是玩笑話啦 這我跟各位開玩笑 對我再次重申 我們的頻道並沒有說跟任何股票 有任何不當的意圖 或是說不當的一些往來 然後呢 我們所介紹的個股都 不是我們要推薦的 只能說就是供給大家學習 交流跟參考 大家千萬一定要記住這句話 而且大家都成年人 一定要對自己的投資結果來做負責 我只是分享我的一些投資理念 跟我所看到的東西給大家參考 我想的也不一定對喔 我想的也不一定100%對 但是呢我想就是畢竟 畢竟還是有一點點的參考價值 那我現在就是看這個巨星震盪 主力啊他跌啊 然後又馬上被拉回來 所以說我只能說主力他就故意撐在那邊 只能說主力他可能在等時機 等到大盤比較好的時候他往上做攻擊 所以我覺得這隻 如果有興趣的話 大家也可以來去做一個長期的一個 一個參考啦 可是短期之間的話應該也是會在震盪 所以做NVIDIA 好那今天就是說介紹這六支 那希望給大家一點幫助 那我這邊再次重申 我這個頻道呢主要就是以技術分析 然後呢我會定期的 我會定期的去 講解 市場上比較熱門的股票 然後呢我會輪流來講 然後同時呢就是說 投資技術分析呢我們可以看出一個形態 我最主要 的看法是這樣的 我基本上我不太看量 我也不看價格 我只要看形態 那 形態好有些洗盤啦 或說騙人啦 假突破假跌破 我想這個都是我們 我很關注的一些重點 那也希望說我的頻道可以給大家一點 一點幫助 所以說如果說你覺得我的頻道 有點幫助 然後呢你的朋友可能有興趣的話 希望可以幫忙來分享 謝謝大家 我是賈斯波我們下次見 燈 等一下 閃 亡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